桃園市有一名高一女学生在9月13号的早上搭校车时发生意外 当时她一只脚才踏进了后车门 司机却关门启动 导致女学生被拖行了好几公尺 并且被车轮碾过左腿 女学生的母亲控诉 女人受伤至今还在治疗附件 学校却是消极处理 把责任全推给保险公司 让家长感到愤怒 这是一位高一女同学 早上搭校车被车轮压到的伤势 令母亲不解的事 从事发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 司机当下只给了一千块未问津 校方态度消极 整个伤疤是超严重的 一个女孩子的腿 然后现在看到校车她也会怕 9月13号早上6点多 女高中生在桃園区中正路搭校车时 一只脚才踏上后车门 司机就把车门关起来直接开走 害得她一只脚在外面被拖行数公尺 还好当时有路人发现 司机才紧急停车查看 但车轮已经从高中生的左腿直接拎过 当下司机立刻叫救护车送医 眼见孩子受伤 妈妈真的好心疼也无法接受 18号只有导师在出面协助 教长指控校方态度消极 全把责任推给保险公司和校车的外包公司 几万元的医疗费用全自掏腰包 如今纽约想上学要申请交通补贴也申请不到 桃園市教育局表示 将于下周日与家长再次召开协调会议 提供必要的辅导措施 而中立接领站也要求业者针对驾驶进行安全教育训练 妥善处理后续的赔偿 不让类似的状况又上演